一大早土城頂埔公共拖勞中心的交通車已經來到門口 任務是要接送長輩們做復健 以初勞者服務勞勞者的不勞志工 團隊裡有將近七成是50歲到60歲的退休族群 以黃國中來說他從印刷廠退休後就投入不勞志工的服務團隊 從103年開始就一直在頂埔托勞中心服務 他是提前的進入老年化的準備 尤其在服務的過程裡面他就看到這個老化的現象 譬如說一個80歲的長輩的生活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光景 如果我現在不運動我可能將來也會跟他一樣 或者是我可能不注重我這個膝蓋的保養 所以我將來可能就會提前老化等等 那你才會不會運動 有啊 到宅陪伴的志工以兩人一組搭檔出勤 陪伴對象以65歲以上輕度失能或獨居長者為主 在陪伴對象中心服務團隊 在陪伴對象中心服務團隊